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在这个俄乌战争里面更加见到星链的威力 令到乌克兰可以源源不绝地得到很多的情报 叫做你要夺取任何的制空、制海、制陆权 其实现在的制太空权都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卫星的情报都可以说是掌握着各国的命运 所以其实就算去到其他地方 例如中国 如果他真的要拿这个制高点 他都要想一下 卫星通讯或者卫星网络等等 更进一步的问题 除了现在北斗卫星之外 很可能他们也会朝着星链这个方向去发展 所以网友的问题就是 中国有没有能力去发展出中国版的星链系统呢? 当然了 这些这么技巧的问题 今天就相当高兴邀请陈博士跟他们谈 在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首先 除了军卫星之外 也有科学新知两个台的subscribe 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 那也记得帮我按赞 好 那我们跟陈博士一起订阅吧 喂 陈博你好 你好 是啊 陈博真的说起呢 就是你说中国版的星链的问题呢 其实呢 我们讲到星链啦 其实星链呢 就是那个技术上面呢 你觉得中国如果真的现在要... 就是你说抄是什么都好 什么形式都好 那现在星链能不能像之前中国去 去学习美国的军事科技呀 学习美国的其他的一些电脑 其他一些科技那样 那搬自过子的过去 搞不搞得定呢? 那这样说吧 不要说他抄不抄 他就算抄不到 都要自己做的了 的而且也看到中国现在是很积极地 就是尝试一下自主研发他自己的星链系统 那大家很清楚了 你有了星链系统 是直接和你那个军事作战通讯能力 有个直接的关系 就是以往你就要依赖着地面 甚至乎可能都是一些无线电的传送 但是有了这个星链呢 基本上你可以跳过了这些地面的障碍 直接由太空到来 而这种这样的通讯呢 不是那么容易被敌人去随便干扰到的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 乌克兰在这个战事里面有了个星链通讯 就算他自己本身的国家的那些这样的infrastructure 被人家炸到怎么都好 他地面的通讯怎么被人去撤断都好 他们的无线电怎么被人干扰都好 你有了Starlink这个系统 的确令他们多一个方法来去补充 他们那个战场上的不足 所以中国大陆尤其是他想象到自己本身 那个军队作战能力的时候呢 他一定会是非常积极地去自主研发好 在外面搜集资料也好 去发展自己这个Starlink系统 所以就是中国它有那个动机 就是去发展中国版那个Starlink的情况 但是如果我们讲到具体 就是中国要发展这个星链系统 那第一就是它有没有什么的技术的条件 所以第一可能中国本身它有个优势 又或者反过来说会不会中国也都有 它有它的发展星链各方面的困难 这里呢 问一下大家 问一下Larry你 其实暂时 以你的印象来说 中国去尝试发展这些透过太空的通讯技术 其实有些什么已经做了 我们已经在媒体里看到了 中国它自己都知道那个卫星通讯以往的不足 尤其是它以前在那个第三次台湾危机 就是当年就应该是李登辉选总统那个年代了 那就是有些比较大小小的网友应该都记得的 就是当时呢 就是中国发射一些导弹出去呢 就发觉不见了嘛 那问题很简单啦 就是你那个制度 如果你用美国的GPS 就是这样搞不好的 所以中国最后就发奋图强了 叫做自己发展了这一套的北斗系统 甚至后来发展了北斗2这个系统 叫做去取代美国的GPS的情况 那其实他们那个卫星导人的精度呢 现在都是叫做慢慢追上 包括我们讲到美国、欧洲、加利略等等的情况 也比俄罗斯那套好 那个格洛尼斯 那就叫做算是有了 但是你说要做到全球覆盖 其实现在呢 就亚太覆盖是没问题的 那做到全球覆盖好像还差一点点 就是未必那么快做得到 那都是做回自己中国亚太地区为主 所以我们看到暂时的努力呢 就是在卫星通讯上面 发射不同的卫星上去 就是气象卫星都有的了 间谍卫星也都相信它有做 甚至乎它也有发射一些卫星去到月球表面 就是我们听到收到消息就是 去观察月球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去做一些的资料搜集那些 因为以我们所知就是 中国那个坦科技那个卫星的发展方向 是的 那这个就不用怀疑的 就是在这几十年来那个追赶的努力 就是美国有那个定位系统 那么你世界上都不止中国的了 很多国家也都搞自己的全球定位系统 俄罗斯有 日本有 印度有 中国也都有 那么当然定位系统 它在那个和那些导弹联系的能力 也都可以补助到这个前线通讯的那个能力 但是你譬如说这些这样的卫星系统 和Starlink那个分别一定要搞清楚 你如果普通的那些定位卫星 或者普通的那些间谍卫星系统也好 它都是一些比较大舊的东西 那个连结起来的网络结构 都不算太复杂 就是说你都是比较容易辨别到 哪个是比较主要需要被打击的主角 然后你摧毁它 就令到你影响整个的网络结构 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的 全球定位系统那些卫星 你都不可以只有那几个的嘛 你都要有几十个的嘛 从而令到你就算一个下降了 那么另外那几个都还可以覆盖到 而实际上我们也都因为要全球定位的话 你至少要联络到四个卫星 你才能够很准确地定到你的座标 那么这个也都有他们那个物理上的需要 但是Starlink在这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是一大堆比较低功率低轨道 但是它的数量是可以很多的 这个这样另外一种的网络 就是它那个能够去抵抗打击能力 那个硬度和内力是高过那些传统的卫星系统的 传统卫星系统就是它的轨道高一些 功率强一些 以至到你在地面上接收它 那件事都要厉害一些 也都那件事就是比较容易成为那个受打击的对象 就是你没有理由一下下就整辆大货车 揹着一只大只的锅 那人都知道你那个是那个收发通讯的仪器 在那里和卫星在做通讯 但是大家都看到俄乌战争里面那些Starlink的东西 放在一个背囊随时拿出来 那些俄军看到你乌克兰 留了一套系统在那里拿出来 我记得看了一张照片很有趣的 拿来做桌子 拿来喝啤酒 拿来吃腸仔 就是其实就是一套很... 就是Starlink是一套 无论去过自己的卫星本身 或者是你去做通讯那套仪器 本身都是一套很轻巧的系统 就是一套完全可以 由一些比较人力、物力少 都支持到的一个反应很快 也都一个引力很高的系统 那所以你说了 传统高轨道、大功率、大型的 那些无论是定位卫星系统 或者是通讯卫星系统都好 美国有、中国有、俄罗斯有 大家都发展都是成熟的 Starlink这件事就令到一套非常轻巧 和非常能够抵御到打击的 一套这样的联系系统 就我们知道 美国就搞了出来 是不是? 其实你说应该 是不是说美国搞出来呢? 就是你都可以说是 Elon Musk的人在美国搞了 中国当然都会看到这个好处 好了 这里又要提到 我们很明显知道中国想做Starlink系统 但是它距离一套成熟的Starlink系统 还有一段距离 是不是? 因为你要建立Starlink系统 是有一套东西有几个条件在这里 第一 你可以设计一些很轻巧 很低轨道运作的通讯卫星 成本要很便宜 这个是中国做到的 这个甚至乎很多国家的人都会做到的 但是你怎样将这些东西放入轨道 而放得便宜呢? 好了 于是乎你要搞一些轻型的火箭 你就知道SpaceX那些东西 很轻型的火箭可以很容易回收的 然后你可以做到每次的发射成本很低的 令到你一次可以放很多卫星上去 不见了十几粒 很快就立刻射回十几粒上去 好了 中国大陆它自己本身的发射成本 可以便宜 但是也不够SpaceX那些小型火箭压得这么低 这里又要提到一件事 就是你看到近这大半年 我们以前讲开中国火箭那些东西 我们都提过的 其实中国也是非常锐意去搞一些民营的企业 其实很有趣 是不是一定要用民营来搞呢? 当然官方民间也有搞的 但是那个民间企业也可能受到官方支持了 然后就搞一些很轻巧的火箭 那就企图走回SpaceX模式那条路 因为他们也看准了一个一点就是说 这些很轻巧的火箭就是令到我们能够去补充 那个未来Starlink系统那些卫星的损失 还有再补充那个能力 那个复原能力 是可以大大有加持的 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要搞便宜的火箭 轻巧的火箭 然后其他你说那些仪器 电子那些东西 中国大陆一点都不缺 甚至乎他们是主要的生产商 是吧? 所以这里我想集中说 其中一个关键技术 是跟火箭有关的 火箭技术中国大陆不缺 但是如果他要很轻巧地做 大家就可以看看 他最近其中一个新闻可以留意到 不知道Larry你有没有看到 他就说自己是 中国大陆是首先 利用到用甲丸 作为这些轻型火箭的推进器 他就认为他这套技术是领先世界 都不是太新的新闻 其实都有成半年了 到近期都还有人拿出来说 如果SpaceX 它不是用甲丸来推进的 它是用 其实就讲粗一点 粗促一点就是用火水 或者用煤油 就是用另外一个 term carousine 其实就是一些漂亮的火水 OK 另外我们也知道 美国一些火箭 是喜欢用氢气来做推进的 大陆它首次研发到 可以用甲丸来推进的火箭 它就认为是迈向一个 折省成本的一步 在这点来说 我也会认同的 就是它可以优先开发到 用甲丸来推进的火箭 对于在它自己的计划里面来说 是踏出成功的一步 但是当然 距离去追趕到整个SpaceX 距离近了 但是仍然有一段距离在这 嗯 那说起 因为你说用甲丸 这件事情呢 也有听过 但是其实 你说用传统 比如说刚才 就是陈伯说 carousine 用hydrogen 就是有人说 用甲丸 有没有说甲丸有什么优势啊 或者是 就是有什么突破科技 是啊 这个也值得解释一下 那中国法律当然讲到自己 首创用甲丸做这些火箭仔的推进燃料 就很厉害了 那怎么也好 任何事情没有人做 你第一个做呢 你都有一个可以赞自己的地方的 OK 但是你说客观点来看 用甲丸和用其他的推进燃料 那个优势在哪里 那这里可以了解一下 如果本身你的国家 天然气资源很丰富 你那些甲丸器呢 是可以很手道勒来的话 那当然你用甲丸器 你便截省了你的提煉成本 你可能把天然气拿出来 稍微做一些简单的分漏 那你就可以拿到一些很漂亮的甲丸出来 那接着你可以立刻用 那如果氢气 不是啊 氢气你採集啊 提煉啊 是要能量的 那又要存的 那接着呢 如果火水呢 你都要在石油上提煉出来的 那这个是此其一 如果你能够找到成本很便宜的 那你用这个甲丸便有优势了 这是第一点 另外 另外 其实 甲丸、氢气、煤油 这三样东西 你估计人家 美国啊 或者甚至俄罗斯 自己没有考虑过 用哪一支好一些不好一些呢 那其实呢 大家是公认知道的 就是说 用这个karoisin 煤油 它虽然烧起上来 不够甲丸那么干净 就是会剩下 有时候会容易 剩下一些不燃烧未尽的灰 它有渣在那里 但是呢 它每公斤重量给出来的推力 是比较劲一点的 那这个不难理解的 就是等于就是 为什么那些重型车是要入柴油 那些轻型车就要入普通的汽油 那种意思 你那些越重的那些这样的 碳氢化合物呢 给出来的那个推力是比较劲一点的 那我 比如SpaceX 它用煤油 就推力比较劲一点 它燃烧可能没那么干净的时候 那你结果要 每次收一支火箭回来的缸 你要自己再拆干净一点 那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不喜欢那些碳排放的 你也可以考虑用氢 氢气亦都是给出来 每单位推力亦都是强的 但是氢麻烦了的地方 就是要存 而且你控制的时候要很小心 还有就是你要加压得很厉害 冷却得很厉害 那这个我们看到在那个 Super Heavy 就是那个SpaceX另外一堆火箭系列 用氢也是 你这个处理 可以是比较麻烦一些 那甲苑就两者之间 它比起氢气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它都是比起煤油都要压缩一下 那然后它的推力又不是特别突出的 不会见得比氢和比这个的煤油突出 那剩下来你问我的好处就是 如果你的国家能够很低成本 拿到这些这样的甲苑的话 那你的发誓成本可以降低 所以在这里 为什么有些国家 寧願用完氢气又用煤油都不选甲苑呢 其实都是他们的成本效益考量的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 就不多去搞这个甲苑的原因 甲苑就比较适合它的推力 不是很厉害的时候 就是一些比较低推力的小型火箭 还有你希望这个火箭可以回收之后 循环再用的时候 使你使用火箭的储存缸 没有那么辛苦的时候 那可以选甲苑 那这个就是中国大陆 它选甲苑有它的原因 不过你说是不是真的 这件事情叫做 领先世界那么夸张呢 那么我觉得当你知道 背后的化学资料的时候 你有一个客观的判断 这个我想它选甲苑 可能又跟那个国际形势的关系 包括他们那时候 说马六甲危机 就是突然间被人断了石油 那如果你断石油 你reframe 这个来自天然气 就起码有俄罗斯顶着 不可能 这个可能是一个国安的想法 但是也想问一下陈博 你觉得其实对中国来说 发展升年最大的制约在哪里呢? 这里呢 又可以再提一次了 大家想想 就是SpaceX 他们搞的那堆Starlink 其实最核心最核心最核心的技术 都不是那支小型火箭 而是那支小型火箭 射完上去之后 你懂得像一支筷子那样插进去那个发射台 那一下技术 那一套人工智能 那一套这样的分析 无论是什么天气 什么海上的风浪条件 都可以很稳定地插进去那个发射台那里呢? 这个暂时还没有看到 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成果在这里 我们看到它有初步想尝试的端例在这里 但是可能有一些成果准备做好 未发表的意思 但是这里也意味着就是说 它虽然想去发展一些可回收的火箭 但是它那套回收的技术 还没有看到有迹象做出来 就算你用到甲苑 你最后那支火箭可以很干净 这样重新使用 拿回去出来下次再发射 但是问题是你这支火箭射了上去之后 你去哪里找回那支火箭射 以及会不会已经跌爛了 就算被你找到它捞了回来 你用多少成本运回来再洗干净 去拿来做第二次发射 人家SpaceX是在说 那支火箭射是自己回家自己下台那里 不用慢慢找 然后就立刻可以洗干净 再入燃料再用 大家可能想到 哪个的恢复能力 哪个的補给效能是高一点呢?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会认为 中国搞星星星星的 真是最需要克服的技术所在 它发展到用这个甲苑的原料 可以说是在某一个领域 去追趕到近一步 但是你说在整个宏观的图像来看 就是那一套火箭射了上去 能够自己回家 冻在那里的核心技术呢 是决定 就是还是看了中国大陆 它和正式的SpaceX 那些星星星星系统呢 那个最大的 需要跨越的一个技术熟 是 是 好 那就变成了 就是现在去观察 那就是说如果 中国去做那个 Starlink那里 可能技术上 都不是说手里拿来 就是如果它继续去做 都要一些时间 要资金 甚至是不是真的用民企呢 这个都是 我想是大家再观察一件事了 但是 可以不可以这样说 其实如果照这样看 就未必说三五年 就立即会出现的事 是吧 当然你短期内 可以不惜公本 自己去 去继续发射很多的火箭 但是那些火箭 可能未必很多条都回收得到 那你凭着你自己的财力 那你可以不惜公本 射很多上去先 那这个可以的 但是如果大家会想到 实际作战的时候 如果你那千多个卫星 被人干扰了 有很多的自然报废 又被人击落了 也好破坏了也好 你那个恢復能力 始终都要克服 你都要加大你那个恢復能力 才能令到你整体实际上 那个臨场作战能力 是能够对地人构成威胁 好啊 所以今天我们跟陈博一起去 了解和分析 就是中国能不能够复制一次 或者甚至去 創造了一个 適合自己国情的这个星链 我相信大家今天都听到了 包括分析 就是当中的利弊 以及究竟發展上面有什么的优势 或者有什么的制约 甚至在现实上的可能性是什么呢 相信大家今天都应该是 会听到一些有用的咨询 那就多谢陈博 那我们呢 也都会 就是听回大家的意见 包括说 可能大家对中国的太空科技 甚至乎呢 就是他们在那个军事上面的投入 就是应该都会有一定的兴趣 如果呢 大家想有其他的topic 关于中国的太空那边的科技 想知道多些呢 可以在下面打个加一 在留言那里 那我们会留意到 就和陈博去讲解 多些关于中国的太空 和军事上面的科技 可能一些最新的发展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 多谢陈博 那我们在之后的其他节目 就再见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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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